2008年5月12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地震 是遵到95%以上的房屋倒塌 全镇遇难476人 1500余名学生流离失所 无学可上 5月13日 万科到达镇道镇 开始紧急救援约翰志 今天可能是能有100顶长不能到 能解决差不多800人左右的 我们大多数人已经是连续坐在了好几天了 所以我相信再过几天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成果 到三天后我们来看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今天这样的记忆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在什么情况基础上把它可以重新建起来的 在物质元件过程中 万科越来越深刻体会到 心灵重建的重要性 而学校则是让孩子们 重拾欢笑的最佳场所 同时会以中训表决的方式突破决议 申请1亿元的特别授权 社会责任应该是更加的重要 我们要在尊大捐填九年制的学校 希望以一个在学校的重建为中领 你可以起一个标杆性的教育作用 在他们的设计过程当中 在全国首先使用防整垫的技术 他们以后交付的这所学校 是一个安全环保的一所学校 环国集团来到准导了 休息院解决药 那又滚了马上到 2008年12月31日 尊道学校作为设防等级最高的 永久性建筑在四川省 首批交付 地震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就此停止 今天我们就从时间停止的地方开始 转转停 请说 优太家人的孩子都要猜一个谜 假如有一天 你的房子被烧毁 你的财产被抢光 你将带着什么东西逃命呢 如果孩子回答说是钱 或者钻石 母亲就会说 孩子 你要带走的不是钱 也不是钻石 而是智慧 这是谁样的学校啊 喜欢 因为我们这学校很漂亮 这辈也很好 因为这里的设计很好 又认得把我同学 又有超长 而且还有篮球架 家人的学校 我们的娃娃在后头 整体安全 整体做就是火焰 安全系统是很有保障的 孩子的舒散通道 全部用动物的标记来指定 现在尊道学校 会不定期举行地震逃生演习 一千六百名师生 可以在六十三秒内紧急撤离 没有对乡村教育的持续实施推动 没有老师的专业和敬业 没有学生的刻骨和领悟 今天我们无偿捐见的学校 明天就会成为一个空壳和摆设 在德阳市教育局 民族市教育的支持下 万科发起四例的尊道学校 教育发展委员会 每年持续投入 用于引进优秀教师 支持教师的教育 发展和交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今年最新的学期成绩统计中 尊道学校各项成绩名列前茅 其中 优生率与人均得分 均位列全市同类学校第一名 尊道学校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尊道学校的主楼的对面 是四川老一辈的革命家和文学家 马仕途老先生所提写的《尊师碑》 今年97岁高龄的马老先生 他的一部小说《夜滩实际》 被改编成一部电影 名字叫《浪子淡飞》 在尊道学校的越南史里 具有这部小说的第二版《战火的硝烟》 《文革的抄家》《毁了的手稿》 却都没有让马仕途老先生放弃他的文学梦想 而时间没有辜负他的梦想和坚持 我们有一个梦想 要让废墟中站起来的尊道学校 成为一所全民族 全德阳 以至全四川的名校 一二三 结果 从废墟到现在的美好家园 尊道学校以崭新的面貌 迎接一批批孩子 祝他们成长 实现人生的理想